哈喽 今天是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4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周一的小幅回升 虽然依然受到了技术面的支撑 但整体势头并不强 显示出美联储不断释放的鹰派预期呢 仍在打压着市场的投资信心 1月份耐用品订单的大幅下滑 显示出经济形势依然充满挑战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呢 坏数据就是好消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美国看似非常强劲的经济局势 里面还是有着很多隐患 尤其是在本周更多重磅的消费类股即将公布财报的时候 就会令人们更加担心经济前景 不过这对于股市倒不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这有助于缓解美联储的加息紧迫感 一定程度上呢 也就能缓和市场情绪 正如美国银行首席投资官Michael Hannett最近所说的一样 美国呢 要先衰退才会有牛市 虽然我觉得还不至于如此的悲观 但大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美联储呢 现在并不希望看到股市大涨 毕竟股市大涨对于消费降温是没有好处 反而呢还会提升人们的消费信心 最终就是导致通胀迟迟无法达到美联储满意的目标区间 这就会打击美联储加息的效果 令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加息 甚至还有可能呢 会继续加大加息的力度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能够制约他们的加息手段呢 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前景 如果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风险 或者说让更多的人真正担心衰退 消费呢才会迅速的降温 通胀也就水到渠成的加速下行了 所以呢换句话说 只要市场依然不相信衰退 美联储呢就不会结束加息 这就是先衰退才会有牛市的逻辑 当然我们可以探讨的是 真的需要陷入衰退才会有牛市吗 其实呢并不必然 美联储的行动是预判未来 同理股市呢也是预判未来 因此只要当大部分人相信衰退 即使到时候衰退没有真正的出现 或者说依然只是临时性的温和的衰退 只要呢 大家开始减少开支 削减消费 通胀就会得到控制 美联储也就有理由真正考虑结束加息 或者呢认真考虑潜在的政策转向问题 那各股方面呢 今天想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周末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财报 正如呢上周五会员节目里分析的一样 考虑到巴菲特同期发布的智股东信呢 有着投资界的圣经的美誉 因此呢 看看这次的财报和智股东信 对于我们判断未来前景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就是截止2022年底的时候 伯克希尔依然拥有着庞大的现金级等价物 大约呢是接近1300亿美元 距离他们历史记录的1467亿美元呢相差不大 可以看出过去一年中巴菲特依然是没有找到太多值得大手笔投资的标的 因此呢 考虑到目前的大环境下 避险和更加的谨慎呢 相对来说依然是不错的选择 在对于经济和利率前景方面 巴菲特呢 表示短期的预测都是毫无益处的 伯克希尔呢 也会避免基于一年的预测来做决定 继续表明他们长期投资的价值观念 当然巴菲特言语间透露出了对美国巨大赤字的担忧 但他们整体依然是坚定的看好美国经济的 用他的原话说 如果没有伯克希尔哈萨维 美国呢 也会很好 反之则不然 等于是说伯克希尔的成功主要呢 还是得益于搭上了美国经济前景的顺风车 看得出股神还是很谦逊的 不过也能表现出啊 作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看多者 他的立场并没有因为当前的环境而出现改变 整体给市场传递出一种谨慎乐观的情绪 这对于当前的市场情绪呢 有一种稳定的效果 当然由于过去一年呢 不断走高的利率 伯克希尔可以说同样受到了拖累 2022年中 他们的净亏损呢 是228.19亿美元 而2021年的净利润则是高达897.95亿美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我们更关注巴菲特的投资收益 但伯克希尔这家公司可不是只有投资 他们也是大量的拥有很多产业的 因此呢 巴菲特才会说 经营利润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数据 而非呢 净利润 毕竟投资组合的浮动亏损和盈利都会直接影响到净利润的表现 从而令这个数据的波动很大 但作为一家公司的整体而言 经营利润呢 更加能够说明实际的经营状况 整个2022年里面 伯克希尔的经营利润呢 升至了创纪录的308亿美元 看得出作为一家公司来说 伯克希尔的具体业务带来的利润依然很多 这是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稳定气的效果 就是相比单纯的投资公司而言 他们有能力对抗投资组合浮动盈亏波动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也正是由于不单纯的只有投资收益 伯克希尔能够继续在行前很差的2022年跑赢大盘 算上股息分红收益在内 2022年标普500指数呢 依然是下跌了18.1% 但是呢 伯克希尔能够带来4%的回报 帮助伯克希尔从1965年以来继续保持着复合年均增长率 接近20%的惊人水平 是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差不多两倍了 然而这次的致股东信中呢 巴菲特没有就接班人的问题透露更多的信息 但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那就是巴菲特在信中透露 伯克希尔未来的CEO呢 将用自己的钱购买公司的股票 并且呢 将会是他们净资产的很大一部分 据悉呢 基本清定的阿贝尔 光是去年就自己买入了超过680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的股票 巴菲特还表示 他本人和芒格以及两人的家人和好友呢 也将继续持股伯克希尔 这可以被看成是给投资者的承诺 那就是他们和你的利益方向是一样的 因此整体来说 伯克希尔同样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股神巴菲特呢 也会犯错 但这家公司有着足够强的稳定性的同时 还能带来比大盘更好的回报 我觉得依然是可以作为大家投资组合中 一种优化版的大盘指数的存在 可说到他们的企业文化 大家呢 暂时不用太担心 巴菲特如果真的退休了 伯克希尔的投资策略呢 会有太大的变化 相信呢 再过两个多月 5月初的奥马哈线下股东大会呢 我们将有机会了解更多 来自股神巴菲特的精彩分享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那明天呢 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加拿大的GDP 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以及API的原油库存报告 同时呢 在美联储方面呢 明天也可以关注一下 芝加哥联储主席 古尔斯比发表的讲话 那由于他是新任的芝加哥联储主席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是否会延续他的前任 埃文斯的鸽派立场 那这对于投资情绪呢 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也有多份财报是值得关注的 分别就包括了像Target 加拿大银行Bmo Shift4 Payments 惠普公司 Rocket AMC 还有就是疫苗股 诺尔瓦克斯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 这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3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38财经APP 同时呢 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